一天晚上,奥克尼弗难为情地,在宝尔床前来回地转了很久。 后来,他就坐在床边上,一只手盖住宝尔正在读的一本书。 宝尔,我有一桩事情必须告诉你,一方面可以说这是一件小事,但另一方面可以完全相反,我和塔利亚·拉古丁娜两个弄得怪不好意思的。 你看,一开始,是我非常喜欢他。 他抱歉地撒了撒额角,看到他的朋友并没有笑他,就又鼓起了勇气,说:"可是后来,塔利亚,也有点儿那个意思,哎呀,一句话,用不着把全盘的经过都告诉你,我不说你也明白了。 昨天,我们已经决定建立共同的幸福生活。 我已经二十二岁了,我们两个都到了成人的年龄,我想在平等的基础上,和他俩建立共同生活。 嗯,你对于这件事有什么意见? 宝尔沉思了一下,说:"尼古拉,我能说什么呢? 哈哈,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,都是同样的出身,别的方面也都相同。 塔利亚又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女孩子,我想事情是非他明白的。 第二天 鲍尔 这些东西搬到厂里的南宿舍去呢? 几天之后,在安娜那里,举行了一个亲切的,不备食物的晚会。 为切和塔利亚与奥格尼夫同志结合的一个共产主义式的晚会。 在这晚会上,人们追溯往事,朗诵他们读过的最动人的作品。 合唱了许多歌,而且唱得非常好。 战斗的歌声传到远处。 后来,卡丘莎和穆勒把首封琴也拿来了。 于是,那些深沉的南低音,以及首封琴银铃般的旋律,响遍了整个房间。 那天晚上,宝尔揍得十分出色。 而当瘦长的帕克拉托夫,出人意外地开始跳起舞来的时候,鲍尔更是无拘无束了。 他改变了石心的格调,像燃起一把火一样,走了起来。 喂,街坊们,街坊们,坏蛋邓尼杰伤心了,因为西伯利亚的素反人员把高尔查克枪毙了。 首封琴奏的歌曲,述说着过去,述说着战火纷飞的年代,和今日的友谊,战争和喜悦。 可是,当乌林彩夫接过了首封琴,奏起紧张热烈的小苹果舞曲的时候,开始像旋风一样舞蹈的不是别人。 正是鲍尔 鲍尔 鲍尔疯狂地跳着 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,也是最后一次热情地跳舞。 国境线 国境线 就是两根柱子 它们沉默而敌对地树在那里 象征着两个世界 一根柱面爆得很光,像警察港亭一样,切了黑白相间的线条。 在他顶上,牢固地盯着一只毒头鹰。 他双翼展开,似乎正要用力爪去攫取那根切着线条的戒标。 同时,这毒头的适时腐肉的恶鸟,又伸着它那准备啄东西的勾嘴,眼睛凶狠地瞪着对面的铁牌。 另一根柱子,竖在对面六部以外,这是一根巨大的圆形的橡木柱,它深深地埋在地里,柱子顶上是一块儿柱着锤子与镰刀的铁牌。 虽然这两根戒标都竖在平原上,但是这两个世界之间却有一条红钩。 除非你要冒性命的危险,要不,你要走过这六部的距离,是不可能的。 这就是国境线。 宋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些沉默的哨兵,顶着著有伟大的劳动标记的铁牌,像一条不动的铁链似的从黑海起,经过数千公里,一直延伸到最北边。 延伸到北冰洋。 苏维埃乌克兰和资产阶级波兰的国界,就从盯着一个老鹰的柱子开始。 小镇别列斯托夫是在大森林里,它离国境十公里,对面是波兰的小镇克列茨。 兵方军某营的房区,就是在斯拉乌塔镇到阿纳波里镇之间。 国境界标的长链,通过积雪覆盖的平原,穿过森林的空地,跳进幽深的峡谷,接着又爬上去,矗立在山岗上。 然后又到达河边,从高高的河岸上,注视着异国的冰天雪地的原野。 天气非常冷,雪在他的沾靴下面咯吱咯吱地响着。 一个身材高大的红军战士,戴着鹦鹉的尖顶军帽,从那带着锤子与镰刀的戒标旁边走开,有力地买着步子,在他的房地里巡逻。 他身上穿着灰色鹿军大衣,配着绿色领章,脚上穿着长筒粘靴。 在大衣的外面,又披着一件高领子的宽敞羊皮外套。 他的头暖暖地包在泥子军帽里,手上戴着羊皮手套。 那羊皮外套一直盖住脚跟儿,即使外面刮着大风雪,里面还是暖和的。 他背着步枪,津津有味地抽着自己卷的马和烟。 在边境巡逻线上来回走着,皮外套不断刮着地面上的积雪。 在这广阔的平原上,苏埃国境线上两个哨兵之间的距离是一公里。 他们彼此可以忘记。 而在波兰那面,哨兵之间的距离是两公里。 在那一边,一个波兰哨兵正沿着他自己的巡逻线,向红军哨兵迎面走来。 他穿着粗质的军靴,灰绿色的军服。 外面是一件坠着两排发亮的纽扣的黑外套。 头上戴着四角的军帽。 他的军帽上,欠着一支白鹰标记。 尖章上也是鹰,领章上也是鹰。 但那些鹰并不能使这个冰稍微暖和一些。 凛冽的寒气一直刺到他的骨头。 他走的时候,一边用一支脚后跟儿敲打着另一支脚后跟儿,一边搓着麻木的耳朵。 他那双戴着保守套的手已经冻僵了。 波兰哨兵一分钟也不能站住。 他一站下,寒气马上就会把他的关节冻僵。 所以只好时刻不停地来回走。 有时还要小跑。 现在,那两个哨兵碰头了。 那波兰哨兵转过身来,在他那一边的国境线上,与红军哨兵平行地走着。 国境线上禁止谈话,但是四周是一片荒原,一公里以外才有人影。 谁知道这两个人究竟是默默地走着,还是违背了国际法呢? 那波兰人很想抽烟,可是他把火柴望在军营里了。 风好像有意地把红军哨兵的马赫烟的香味儿向他吹过来。 那波兰人不再戳那冻坏了的耳朵了。 他回头看了看。 说不定,会有一个班长或是中尉带领一个骑兵巡捞队,突然从小山后出现,前来巡视边境检查岗上。 但是,四面一个人也没有,雪在阳光底下耀眼地闪着,天空没有一片雪花。 最先破坏功法的神圣性的,是那个波兰人。 他把一只插着扁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背到肩上,用冻僵了的手指头,费力地从外套的口袋里摸出一包廉价的烟卷来,然后用波兰话说。 同志,给根火柴。 红军哨兵听到了他的请求。 可是,国境勤务的军令禁止士兵与境外的任何人交谈。 他也不大明白波兰兵所说的话。 因此,他还是继续走他的路。 脚上穿的温暖而柔软的沾靴,有力地把鸡血踩得咯吱咯吱地响。 布尔什维克同志,扔给我一盒火柴,点一根烟卷。 那波兰人又说话了,这回用的是俄语。 那红军哨兵仔细地看了看他的邻人,心里想,看样子,寒气已经钻进那波兰人的五脏六腑里了。 虽然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兵士,他过的可是悲惨的生活。 在这样的冷天里,赶他出来放哨,穿一件薄薄的布外套,冻得像兔子一样的跳着,不抽口烟,实在不行啊。 这样,他连头也不回地,把一盒火柴扔了过去。 那波兰人顺手接住火柴,划了一根又一根,总算把烟卷点着了。 那盒火柴又用同样的方法从那边扔过来。 红军哨兵无意间也破坏了功法,对他说。 哦,留着吧,我还有。 但是,从国家那边又传来了这样的回话。 哦,不,谢谢你,我有了这一小盒火柴,就会坐上两年牢。 红军哨兵看着火柴盒,盒上印着一架飞机,代替飞机的罗勋讲的,是一只有力的拳头。 盒上还写着这样的字。 最后通点。 是的,他说得对。 这对他们是不合适的。 他心想。 那个波兰哨兵继续和红军哨兵并行巡逻。 在这荒凉的平原上,他一个人感到非常孤寂。 马靴有节奏的吱吱哨哨哨,马的脚步轻快而平稳。 黑公马鼻孔周围的毛上,已经挂了一层白霜。 马呼出的气变成白气,消失在空气里。 营长骑的那匹花客马神奇地走着,不时把他那纤细的脖子弯成弧形,玩着他的配头。 两个骑马的人都穿着灰色军大衣,竖着武装带。 袖子上都有三个红色的方块。 不过,营长加弗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,而他的同伴是红色的。 加弗里洛夫是边防军人,这七十多公里长的房区上分布的一营人,就是有他指挥的。 他是这里的当家人。 他那同伴是由别列斯多夫来的客人,民兵大队的政委可差劲。 夜里下过雪,积雪很松软,既没有蹄儿,也没有人的脚印。 这两个骑马的人已经走出林间的窄道,在旷野上策马小跑。 侧面四十步之外,又有一对戒标。 呜,站着! 加弗里洛夫紧紧地勒住马僵上,鲍尔也把马转过来,想问他勒住马的原因。 他看见加弗里洛夫在马鞍上伏下身子,仔细地查看雪地上一排古怪的记印。 好像有人用带齿的轮子在上面滚过似的。 这是一只狡猾的小野兽的脚迹。 他走的时候,故意将后脚踏在前脚的脚印上,而且还兜了许多古怪的圈子,叫人没法追寻他。 要说出这些脚印从什么地方来,那是困难的。 但营长勒马查看的,并不是这些野兽的脚印。 在这些脚印两步之外,另外有一些已经被雪盖上了的印记。 这里,有人走过。 那个人并没有故意把自己的脚印弄乱,而是一直朝树林里走去的。 脚印清清楚楚地说明了,它是从波澜方面来的。 于是,营长策码前进,寻着那个人的脚印,走到哨兵线上。 在波澜方面,那脚迹在十几步开外,还可以看得很清楚。 夜里有人跃静了啊。 营长这样嘟弄说,这回又是穿过第三排的房区。 可是在早晨的报告上,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些家伙。 加弗里洛夫的小胡子本来就有些灰白,再加上现在由他的呼吸凝成的白霜,把他们弄得像银的一样。 那两片胡子,威严地挂在嘴唇上。 两个人迎面向他们走来,一个身材矮小,穿着黑色衣服,他枪上那只法国刺刀的刀刃,在阳光下闪耀。 另一个身材高大,身上披着黄色的羊皮外套。 花克马赶到他的骑者的两腿夹他,就跑了起来。 他们很快就到了那两个人的面前。 红军哨兵整一整他肩上的步枪的皮带,把烟头吐到雪地上。 同志,你好,你这地段有什么事没有? 营长伸手给那哨兵,因为他的个子很高,所以营长几乎连腰都不用弯下去。 那个大个子迅速揪掉他戴的手套和营长握手。 那波兰兵从远处注视着他们。 两个红军军官向一个普通的战士问好,好像他们是亲密的朋友一样。 他马上就想象,这仿佛是他自己正和他的扎克尔·瑞夫茨基少校握手。 但是,因为这种想法太荒唐,所以他竟不由地担心地向四周望了一望。 我刚刚接班,营长同志。 红军哨兵报告说。 你看见那边的脚印了吗? 哦,还没看见。 夜里从两点到六点,这里是谁值班的? 苏勒天克,营长同志。 哦,好的,您得留神,眼睛要睁大一点。 他临走时,又严肃地警告那个少工说。 您尽可能不要跟那些波兰兵并排地来回走。 当两匹马沿着由边界到别利斯多夫的大陆小跑的时候, 营长对保尔说。 在边界上时时都得瞪大眼睛,稍微大一点就要出事。 干我们这种工作不能睡大觉,白天要投越边界不怎么容易, 但是到了晚上,你就得梳起耳朵。 可达金同志,您自己也可以看得出来的。 在我负责的这一段边境,有四个乡村是跨界的。 在这工作,各位困难。 无论你怎样布置烧兵线,一遇到婚礼或是什么节日, 亲戚们就要越过边境线聚集在一起。 怎么能不越界呢? 边界两旁的农家相距不过二十来不远, 而这条小河连母鸡也能蹚过去。 走私的事情也是难免的。 比方说,一个老太婆偷带了两瓶波兰出产的四十度的香草酒, 这当然是小事情。 可是还有许多大走私犯,他们的资本和规模是很大的。 你知道那些波兰人在干些什么吗? 他们在边界的各乡村里都开设了一些大百货商店。 在那里,你想要买什么就可以买到什么。 当然,这绝不是为他们那些贫穷的农民们开设的。 鲍尔蛮有兴趣的听着营长的话, 他觉得守卫边界的生活就像不间断的侦查工作一样。 他问道, 啊,告诉我,加布里罗普同志,事情只限于走私吗? 营长闷闷不乐地回答说, 问题就在这里啊。 营长闷不乐地回答说, 我会发生吗? 我会发生了个小数字。